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回来由Now新闻台主办的2012立法会选举论坛 接下来继续是互相对策的环节 还有8张名单未问的 然后轮到10号的陈一华名单 请你先选你的对手 大家好,我是10号的陈一华 我今次的参选目的是很想 请你先选你的对手发问 因为我会请牛回答我的问题 我今次参选的目的是想宣扬实践一个正面的选举文化 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我就不打算去评击或者批评其他人 不过我也知道牛很辛苦 刚刚是钓鱼台回来 也是一个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我自己想问牛就是 这么多年来 政府都是以一个金钱和经济挂税 来发展这个香港 没错,香港人钱又找到了 对不对? 但我发觉那个快乐的指数 香港的城市 它是排得很厚的 那我就想问牛 如果香港这个社会 将经济金钱挂税 改变为一个关爱的社会 关爱的基础 来到去实践施政的时候 你觉得在行政和技术上 你觉得行不行得通呢? 多谢牧师 在回归15年 三任特首 都是透过工联会民建联那些人 是保价户航 还是执政乱民 亲疏有别 我们要调查 煲胎贪官 工联会民建联 弹出来反对 我们要调查 CY说谎 新的那个 又弹出来反对 我们要调查中电那盘数 让他们怎么加得这么厉害 又弹出来反对 但是他很多东西是赞成的 是益市民的 是怎样益法呢? 说谎帝牧师 他这个领会上市 按键举手 好东西 拍手掌 过 这个港铁合并 又过 可加可监机制 他又过 所以我们穷人 要多谢民建联 他在这里令你的坚尼系数越来越高 令到大家更加窮 尤其是 东中 又特inte随喱的街坊 要厉害民建联的工人 这百姓人 令到大家 完成一些食物 一个快乐城市 做完十个小时 应该他可以安乐 experience 也可以能分析 但是 最好送上圣经 你的《太谭主席》 이를行公义 。 靓怜闻 这个 他差不多要退休了 好… 記住… 但是… 對不起… 對不起… 讓我再說一句 不是,你是落後殺人 民建聯是超級無恥 好… 民建聯是超級無恥 超級無恥 民建聯是超級無恥 民建聯是超級無恥 好,時間夠了 接著輪到梁耀忠名單 你可以選擇你的對手 大家好,我是街工的黃潤達 我想請譚耀忠回答我的問題 因為剛才李永達問梁志祥 有關陳茂波的事件 他沒有正面回答 我希望譚耀忠作為主席 不要回避這個問題 因為陳茂波的事件裡 他先否認 後承認他知道劏房的情況 一個謊言,一個謊言 出現很嚴重的承受問題 很多市民都覺得他不再適合 擔任這個職位 但是第二個問題 比較少人說的就是 他跟田生的關係 因為他賣樓給田生的時候 有一百萬的搬遷費 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情況 你認為 是否需要成立一些特別調查委員會 調查有關的事件呢 我希望譚耀忠議員 可以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好啊 陳茂波出這些問題 我們民建聯同樣批評他 也要求他清楚去交代 他多次對著媒體去作解釋 當然他解釋 也有些地方是不足的地方 那麼大家 我們一起也會繼續要求他 提供更多的資料 今天我看到電視台的報導 他太太的屋子 是有劏房這個情況 有不符合 屋與處有關的規定 也採取了措施 那麼我覺得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我們依法辦事 不管你職位有多高 你就是文責的局長 也都同樣受到法例的監管 那麼我這個來說呢 我們是一視同仁 不過我們呢 你覺得他會擔任這個 發展局局長的職位呢 因為發展局局長就是要調查這些 還有要處理這些前建的問題 發展局局長呢 我覺得他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就是為了香港未來的發展 去制定的政策方向 我覺得呢 現在發展局長呢 繼續這樣下去拖延的時間呢 做不出成績 我覺得沒有好處的 我們譬如我們向他提出 40、46區這些的 望後石的發展規劃 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是在這裡繼續 請牛呢 不參與這些事情的工作 會否滿意譚耀宗的回應呢 譚耀宗 譚耀宗做了D9林 他的腦肯定是 只有那個解釋法 他亂說又亂說 你看到他 被記者問他那個 替捕機制 原方案 你說支持 修改 你說支持 不修改 你說支持 諮詢又支持 不諮詢又支持 這些就是保皇島工聯會 民建聯 一貫的措施 帶你遊花園 你真是年輕的頭 他幾十歲 帶你遊花園 傻子 你會不會剛才去的 怎麼回答呢 其實是全香港七八萬人 都不滿意 被他出賣夠了 我想市民有功 聽完譚耀宗議員這樣說 好 時間到了 接著輪到16號的譚耀宗發問 請你先選擇對手 好 我想問梁智祥 梁智祥 梁智祥在天水圍 開始的時候 演奴工作 我記得是 好像天耀村 一開村的時候 你已經在那裡服務市民 但是呢 我又知道 好像陳樹英 對天水圍 覺得他是個悲情城市 剛才阿牛也說到天水圍很差 實情是怎樣呢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你究竟 你在天水圍做了些什麼工作呢 我覺得呢 多謝譚先生的問題 我覺得呢 陳樹英和阿牛 其實對天水圍的了解 一點都不知道 我們天水圍呢 在九二年開始入伙 到現在 足有接近二十年的時間 而這個地區的發展 其實一直都是得到 是很好的一個發展的方案 我們認為 主持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最重要的一項 是否可以不給人家說 要增加時間發文 現在繼續發文 增加就業 現在是譚耀宗發文的時間 現在這個發展已經相當不錯了 你給我們一些時間 如果我們說不出話 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的公共設施 是有三個 我會回答你的問題 我連主持人的 主持人的說話都聽不到 是你現在是否繼續 想讓人家常回答你的問題 是 我們是在爭取公共設施方面 是有不斷的發展 相信兩位在這方面 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 陳樹英在天水圍說 悲情城市 我也收到很多投訴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說我們天水圍悲情城市 這個悲情城市 就是2006年 外界對天水圍的誤解 我也想和大家 自己一個機會說一下 我們天水圍不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被人說成一個 是悲情的城市 這個是要聲討的 我想 你喜不喜歡聽也好 你都要給人家一個機會 說話 如果是這樣 那不就這樣叫民主嗎 一味慢罵別人 是否這樣的民主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 收起這樣的作風 這些作風 市民是很討厭的 請你繼續發問 大家都看到 他們怕我說出真相 所以 就在這裡 干擾我 向市民說清楚這個情況 我也希望 大家要多多去天水圍了解 了解天水圍是一個美的地方 阿牛 你不要在這裡大聲 你要說才行 你要去了解 你一點都不了解天水圍 所以我希望 我還天水圍居民的一個公告 好 時間來到這裡了 接下來 大家冷靜點 冷靜點 接下來輪到7號的名單 就可以提問 請你選擇你的提問對手 我想問8號田北辰先生 多謝你 我知道你就在雨景新城 做了區議員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個 預警新城的街坊 他說很後悔當時投票給你 因為他就是729上街 要求撤回這個國民教育科 剛才有人問你關於國民教育科 你的答覆 都是有點像梁振英先生那些說話 藝術 說到你從來都沒有說過你支持這個獨立國民教育科 你知道了 明明新聞黨就下了街坊 剛才都給你看了 街坊就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 但是當那些學民思潮 上到你們的總部的時候 問你們的時候 竟然你們的主席就說 哇 他說下了街坊 他說一天就收回 接著他就說 下街坊都不代表你們黨的立場 你們新聞黨是很出名的 一時一樣的 一會兒又說支持 一會兒又說不支持 本來你們那個 施晉輝就是你們那個發言人 他本來你知道 他出席學民思潮的論壇 請提出你的問題 你整個都說小心求證 他真的是小心求證 他問了老師 看了這些課程指引 接著他出來就呼人上街 然後他就說 反對國民教育獨立成科 但是你的主席 去了見黃光雅回來之後 立刻跪下 立刻就說支持國民教育科 請提出你的問題 你一直講話很清晰 或者你講清楚你想問什麼 我的問題很簡單 現在電視機很多家長 非常關注國民教育獨立成科 你很清楚交代 和所有電視機的家長交代 你是贊成定 還是否對9月3號 是這個國民教育獨立成科 好 Audrey 多謝你給我的平台拉票 我們當時是要撤回國民教育科 因為它是要在高中實施 我們絕對反對在高中一個新學制 還要考通識 還要入大學計分的情形之下 就是小學生你就覺得應該有獨立國民教育科 小學生就可以洗腦 小學生呢 我們國民教育科是一半 跟著與德育科運為一個科 我們堅持不可以評分 還有評估要多 是 那我解釋一下 還要說那些情意結 你是不是愛國有沒有流眼淚 那些 那些洗腦成分 我絕對是反對那種評估方法 我們新聞檔立場很清晰 任何老師 如果評估一個學生是基於他的立場 絕對不可取 他要怎麼評估呢 他要評估他有沒有多角度思考 如果他說反對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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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提出他為何反對 如果他是支持的 時間到了 跟著輪到4號的陳偉業名單發問 請你先選擇對手 民建聯最無恥 就是去年 就是四年前 毋敏在論壇裡用完 就成為金句 那我一個問題就是問陳恆斌 你是年輕的民建聯 會不會年輕的民建聯更無恥呢 這個就要看你怎麼回答 香港很多團體政團議員 都反對興建這個屏風樓 荃灣西鐵站 這個港鐵和規劃處 就計劃在那裡建幾棟 四五十層高的 超大的屏風樓 區議會早前討論的時候 我就提了一個動議 說區議會反對興建屏風樓 你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就二戰延遲 鬧完一輪之後 就抗議離場 就沒有投票的 你就學足民建聯過去的傳統 好像十號幹線那樣 梁志祥在地區上簽名 這個爭取十號幹線 民建聯在立法會投票 是反對這個十號幹線的撥款 導致到屯門公路塞車等等的問題 是要新界西的居民 承受民建聯無恥的決定 我問你這個無恥的做法就是 民建聯在區議會 我提這個動議 反對興建屏風樓 民建聯的區議員是一致反對 我提這個動議 你究竟你個人是支持還是反對 興建在荃灣海邊西鐵站 興建大量的屏風樓 究竟你這個年輕的民建聯 會不會無恥到不會反對這個計劃 陳偉業 這麼多年來 我在荃灣區議會的表現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因為你通常都沒有來開會 所以你根本都不知道 荃灣區議會裡面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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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給時間回應 你究竟是不是給時間我回答 我問你簡單答 贊成還是反對興建屏風樓 陳偉業 你知不知道陳恆在全香港所有區議會當中 第一個要求在區議會裡面 去進行一個通風和鼓測試 你知不知道這個通風和鼓測試 是令到我們香港 李永達 我想問14號李永達 為什麼你會不贊成政府 回水八千元給香港市民 相反你是贊成政府 退差響給有樓人士 令到政府是對有一間公司 退九千萬 究竟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是認為香港沒有貧富懸殊問題 因為你是不懂得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好 請你給時間對方回應 根本是無心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小姐的問題是很精靜的 不過簡單 民主黨很清楚我們撥款的原則 對65歲以上的老人家 我們派很多錢都贊成的 所以現在梁振最差的是 加一千元三更金就要審查 我們可以多一點不審查 我們對手來說 有需要的 有需要的 有需要的輪家 好 時間到這裡 接下來提問的就是 6號曾建成的 請你選擇你的對手 民建聯 各位 靜一點 民建聯 最無恥 已經是港全街話 請你選擇你的對手 我想問 我想問民建聯 你們不敢回答嗎? 我想問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他因為在工聯會 又跑來民建聯 民建聯又跑去工聯會 兩個都是保皇黨 過去 就是領會上市 你們有贊成 港鐵合併 你們有贊成 還有 但是我們要調查 暴態的貪官 你們反對 我們要調查 謊的精良振英 你們又反對 還有 我們要調查商家 那盤數 中典 為何加得這麼狂 你們又反對 你如何為基層 爭取權益 但是這個 我覺得 大家都會問 已經問了 我不是問這個問題 我在 這個 資訊會那裡 我下了一篇書 給譚耀宗 跟他講國民教育 好 請你儘快提出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就是 你支持 保調運動 支持對日索償 我就問你國民教育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日本 有多少個首相 參拜過政國神社 又有哪個首相 是講過 就是要 這個軍國主義 要反省的 你答不答到 阿牛呢 我發覺你名詞 就很少 經常說來說去 都是兩個字 喂喂 你答我問題 他講的問題 已經重複了一次 他不是 我講這個問題 不過我想指出你一件事 保皇這件事 隨著回歸之後沒有皇 你懷念過去 我不怪你 主持 你懷念英女皇 我不怪你 主持 但已經沒有了 所以另外我想指出一件事 主持 主持 我告訴你 現在不是保皇黨 是西環幫忙的蛇派 蛇齋餅種 大班位的眾表黨 你回答吧 還有 喂 你還沒答我那個問題 各位 各位 我告訴你 你們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你根本不關心 你只是關心共產黨 你還有 你給時間 阿牛呢 支持國民教育 我懷疑你 因為你州居勞動很辛苦 所以有些事有點亂 我不怪你 因為我很欣賞你的英勇行為 主持 不過你說蛇齋比總 你就踩著了李永達 因為他最近賣帽子 就說這件事 所以你弄錯了 我 我想問你 子女和孫子 是不是在澳洲讀書 支持國民教育 為什麼你不叫他們回來 這是好事 好 身體力行做 沒有問題 好 時間已經到了 好 接著輪到9號的何君堯名單發文 請你先選你的對手 請淑淑淑 請淑淑 我這個問題是問余若薇的 未問之前我覺得心裡很不舒服 似乎政黨互相指責 聲音一個大聲一個 是撕裂了我們香港人 以正論正 以理服人 是要做好事的一個心態 為什麼大家不可以平心正氣呢 每個人都有個發言權 當人家發言的時候 你給別人一個機會去回應 我相信在家裡的觀眾 是很想聽我們候選人的回應 以及對現在市民裡的訴求 有什麼看法 我這個問題是給Audrey Audrey你們的黨實際上我是很尊重 是一個Civic Party 是公民黨 以公家公眾利益 以人民社區的利益 為你自己的己任 在你四年前的時候 是說要用以理去論正 但是最近我就很失望 我就不談 是這個有關申請司法覆核的濫用問題 我們都知道 這個問題我以為 人民力量他們是橫蠻丁 好 請看出你的問題 我想不出就是你們都是不講理 在最近的那個立法會的 那麼緊張時刻裡面 你縱容其他人士去拉布 而是將很多重要的議案都寢誤 是直至到最後那一頭幾個小時裡面 一直在衝過去 那麼我想問究竟 你以你來去論正 既然你走開了 你怎樣去論正 首先我想 首先我想 我給你15秒鐘 他有理據法會才批 第二次法覆核一定是要法庭批 法庭不批 你都不可以中核 你的時間已經夠了 又是你來拉布 這裏不是法庭 對不起 你沒有紳士封道 何君要你沒有紳士封道 但是最近你對黑金的政治方面來說 提出一個質詢 亦都去報ICAC 當然我們在香港 以法治精神為一個主導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是有這個黑金政治的時候 就算你去報ICAC 你都不能夠去講出來 你請回應 好時間已經夠了 最後輪到麥美娟的名單 開始泛民 請選擇你的泛民對手 我見到呢 剛才公民黨有些是 以後未盡 所以我想問一問公民黨 但希望是郭家琦答的 郭家琦 大家都知道了 去年的 由公民黨成員協助的 港珠澳 司法覆核大 司法覆核的案件 就令到香港的納稅人 88億跌了下海 浪費了88億 究竟可以做些什麽呢 可以興建 兩萬個工業單位 八百萬份的 水果金的金額 亦都可以創造 連同其他受影響的七十項工程 足足有 一萬五千個工人的生計受到影響 這些問題 是建造業的工人 叫我問你們公民黨 公民黨 你會不會遷就這件官司 而感到內疚 後悔 和向我們香港的市民 和打工仔 給你一個機會 道歉呢 第一呢 我就再說多一次 這個不是公民黨的官司 公民黨的律師王康明 是你們的執行委員 你們竟然不用 不肯定 說得出 公民黨的作風 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給你一點時間 第一呢 和你們的豬婆婆 是你們的移工 豬婆婆 對著這件事 你給我一點時間 你們呢 是他 是豬婆婆對著這件事 是的 有人教他打長官時間 我再請求你 給我一點時間 我請求你 我不知道你們做了什麼 事實上 我見得到我很心痛 第一 工聯會 口口聲聲 說代表工人 你們是執政的問一邊 我要你們公民黨答這個 你們 你聽我說 你們 你不要浪費我們時間 我問第二個問題 何君堯 我請你給時間 對方回應 好了 我們都猜到 我們都已經猜到 公民黨的國家期 是有個標準答案的 因為這件事 你們已經是理會的 你現在香港自民已經知道 你欠我們88億 倒了鹹水海 所以你給點時間 你有標準答案的 反正我想問一下 9號的何君堯 你很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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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問一下 你死的是鄉事 你是鄉事 來的 我想請問一下 你覺得 在鄉村的發展 和環境保護方面 可以怎樣取得平衡 其實公民會作為執政原文 大家都知道鄭耀堂在行會這麼久 我們見到香港貧富懸殊 工人更加是慘 我們見到很多更加差的事 在香港發生 港大打工仔 道歉 道不道歉 要道歉 希望你為我們 港大打工仔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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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